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未来一定是台湾工商界发展的重镇 拥有67公顷的中央公园 它的绿地面积是大安森林公园的2.58倍 还规划了十二感官体院区 吸引国内外游客慕名而来 想象一下纽约的中央公园 又或是第五大道精品街 未来的水南经贸园区 就会是这个样貌 总开发面积254公顷的水南经贸园区 以中央公园为核心 周边规划经贸 生态住宅 文化商业 创新研发 文教 五大专区 更有台中国际会展中心 绿美图 台湾智慧营运塔 中台湾电影中心 水南转运中心 五大亮点重大建设 承载着大台中 登上国际城市的新愿景 思敏你看我觉得这边 呈向纽约的中央公园 除了公园之外 旁边还有一个中台湾电影中心 以后呢 除了电影院之外 除了剧场之外 还有这种露天咖啡座 然后很多商场能够进驻 可以看电影 可以喝咖啡 可以逛街聊天 蛮好的 台中会展中心的落成 将会对于我们中台湾 产业带来哪些注意 那我想中台湾会展中心落成之后 很多的中部地区的工商界发展 它就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展售中心 对招商来讲 也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希望中央公园成为一个地标型的公园 所以绿美图那时候就找了 普利兹克德主来设计整个绿美图 希望说这个公园里面有图书馆 森林里面有这个美术馆的概念 水南建包园区的当然未来 它就是把它塑造成一个 像你为中央公园 像伦敦海的公园一样 公园绿地之外 周边包含住宅 包含这个商办 包含这种产业园区 学校等等的 它把所有的生活技能 好的生活技能 全部都放在这边 我们台中的期待非常非常的高 台北市有信义区的都会繁华 大安区的城市绿津 水南经贸园区不止两者兼具 更融入了建筑美学和艺文休闲场域 被誉为全台规划最漂亮的重画区 一居一夜条件更胜七期 且中科台中园区二企扩建 面对人口红利和刚性需求 基地位在中央公园 绿美族旁的雍跃一方 推出最宜居的镇三房 规划58到65平 并进到郊屋自备158万起 在台中也能拥有 纽约曼哈顿上城区的精致生活 还是有无法 视频给予大家的 准备